苏州最江南 江南腹地在苏州 苏州的心脏在古城 如今14.2平方公里的苏州古城 依然保持了八百年前南宋时期的双棋盘格局 水路并行 河街相邻 事所罕见 城外 世界遗产大运河川流不息 16公里长的护城河宛若欲待 城内 以三横三直为骨干的水系纵横贯通 54个街坊 星罗旗步 八座世界遗产园林 净水流深 1982年2月8日 苏州成为首批24个国家历史文化民城之一 全面保护五城风貌 苏州人一直善终如始 在旧与新 慢与快 行与神等问题上 不断创造平衡 走进苏州古城 就是走进了江南人的乡愁 千百年来 日渐元熟的人文思想和审美情趣 不断注入民间生活 江南日常生活的精致 被赋予了融入时代 走向世界的思考 透过这些精神密码 我们看到了苏州的多元 创造和更多可能 而今天的我们 也正在把江南变成一种生活方式 把苏州当作一种文化态度 五城细胞解剖工程 主要是对我们历史城区内的 各类的历史文化遗存 进行的一项全域 全要素 全历史 全空间的一个深度普查工作 对城区得到属于进行地基监测 现场主要监测 障密度 融解氧 逐度偏执人指标 在我们古建筑修站中 使用了很多的传统工艺 这个麻布呢 就是使用在柱子上面 防止木头开裂的措施 工艺俗称一马五灰 As an architect in 苏州 I can see the city's layers of history This gives me a really positive impression of the city 面对历史与文化的溃赞 苏州在全面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中 不断激发古城的生机活力 坚持一中心 两高地 一点范总体定位 保护区 姑苏区 加强名城保护规划引领 积极探索文物建筑活化利用路径 深入实施古城细胞解剖工程 通过不断探索 保护区 姑苏区 在苏州四角山水框架下 构建其古城规划的四梁八柱 一个活的古城 在新时代熠熠生辉 苏州是江南文化的代表 各种精致美好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要素 也随着大运河来到北京传向各地 苏州因此成为了一个 与时俱进的江南文化品牌 苏州的这些传统文化非常丰富 包括我们很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些都是有很多的苏州人的情怀在里面 古城太丰富 这个太值得去写 而且它是写不完的 它是遍地足迹 带有文化的烟火气 是许多人的乡策所寄托之处 在城市的发展过程当中 它合理的形成代谢 发出更好的光辉 使我们苏州市能够在世界城市的建筑当中 多领风骚 城谷迷津 既往开来 贯彻落实当的二十大 关于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的要求 保护区 姑苏区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新征程中 努力贡献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的古城保护苏州方案 精描细会 新时代更精彩的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